唉 复活到这个地方就非常难搜 后面的复活点多 先往卡门去 看一下有没有人上杀 嗯 脚波 原来是过来了 哇 六级甲 大惨 赶紧补一发榴弹 nice 六级套到手 呃 有点过分了 好歹六级套就要这样东西 刚来到boss点就看到一个 嗯嗯 狗杂怎么装了个六倍 准备从狗洞过去 听见脚步就在上面 那就好办了 燃烧品的作用来了 应该是烧到了 nice 这个比刚才的六级套匪 还掉了一套四级岁 去地铁里看看 哦 有枪声 蹲一声 咦 啥玩意儿 我去 这里怎么会有小码头 蛤 它竟然去辅射区 把小码头给逮了过来 莫非是想让小码头卡黑门 哦 呢 先进一段齐变 咦 听见门开的声音 哈 家伙 过河拆桥 人家帮你把门开 你把人家打来 我帮你抱头 哎哎哎哎 对不住了 原来这小码头还能卡黑门 看看能不能开出金条 第一个是平板电脑 好 第二个也是 最后一个箱子呢 这个应该有好东西吧 哇塞 金条 不错不错 就是感觉挺对不起刚才那个人的 啪啪了眼儿把小码头给逮过来 结果金条被我开了 你要是看到视频 记得来找我 还你俩金条都没算 然后这一看地图 在右上角这个位置 从这里可以搬进去 然后里面有个黑洞 进去跳下去 会直接从小山屯附近出来 然后就可以回去了 才穿50的W 再来 够点没好东西 山坡上有枪事 可能有人要来了 先蹲一手 四级的 一个拿下 再等一下 我们还有 最后一个在树后 有几个打的 他应该要出来了 nice 捏对 不过这几个除了狗牌 都没啥好东西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怪事 你们看三号的是在哪 现在是在地下吧 然后突然就出来了 哈 家伙 他不会是大哥吧 过去看看 咦 他从这里下去的 我也试试 这不行啊 他又出来了 看一下他怎么下去的 哦 蹲着东西下去就下去了 我也试试 真的下来了 直接就落到了地铁口 嘿嘿嘿嘿嘿 这挺好玩的 再上去试一下 还能落到其他地方不 这下还挺好的 落到了西天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卡Bug了 刚才AWM也掉了 希望复活到桥头 这个地方就非常好 本来我想直接去后面 打那边一队的 但是队友都跑了 他们穿的还都是三级甲 这要是打人的话 那就不要操 我夜市不如飞金人 呃 还是算了 他们都是想当老六的 不过还好 我这把带了辐射板 他们在东口一人 刚好我就能放心的 在辐射区开箱路 一举两得 Amazing 第一个比较穷 第二个不错 金条加蓝图 探测器 8 俩金条 先存保险箱 然后去图书馆 先存屋后 把里面的箱子给开了 然后直接进屋拿东西 唉 没进去 这个又是探测器 但是回头一看 完了 一号被小马猴击倒了 倒着里面 基本就凉了 根本没法揪 他说他刚才被卡住了 让我看他三机甲掉没 上面有板子 我看了一眼 甲没掉 再把二楼的这个箱子 开完就溜了 总共是赚了四个金条 四张蓝图 一号刚才说 让我分二号三号 他们点紫色的东西 咻 紫色的东西值四万呢 凭啥给他们紫色的 看不起谁呢 来 二号三号 一人两张蓝图 给你们紫色的东西 太不符合我的身份了 然后就可以返回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